康熙亲政 本以为这样 敖拜便会有所收敛 然而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敖拜不仅家境专权 甚至还将另一名辅政大臣 苏克撒哈 以莫须有的罪名诛杀 此时的康熙深感 如果敖拜不出 自己将永无翻身之日 于是 他找来自己最亲近 最信任的人 赫舍礼师的三叔索额图 商议如何铲除敖拜 索额图 索尼的第三个儿子 聪慧过人 武功高强 康熙八年 已经是另一部右侍郎 官居二品的索额图 辞去了侍郎职务 任官居三品的一等侍卫 一等侍卫的职责 是掌管廷宿伟 以及随护皇帝之事 在人看来 这是一个极少的选择 然而 事实上 这却是康熙擒杀敖拜的 前期准备 臣参见皇上皇后 爱情不必多礼 十二三叔 快请坐吧 谢皇上皇后 不知皇上深夜召见 有何差遣 你们都下去吧 在门口守着 没有皇上的旨意 任何人不得进入 皇上这是 爱情 你为了朕的大事 不惜自讲官品 来到朕的身边 做一个小小的侍卫 朕是委屈你了 现如今 敖拜御法专权 不但假传圣旨 甚至还诛杀附争大臣 敖拜不出 朕将永无处透支 皇上皇后 此事 臣定当鞠躬尽瘁 平万臣 死而后已 快快请记 康熙和索尔徒 商定了一条 讨会之计 康熙按照清朝的规矩 选了一批 满足权贵的子弟 在自己的身边 充当贴身侍卫 这些侍卫的年龄 跟皇帝差不多 都是一些体格健壮 腰腿灵活的少女 康熙准备借此 趁敖拜独备 将其其杀 现在 索尔徒这个一等事 必然未灭其中 之所以选择索尔徒 康熙很有可能 还有一手准备 那就是 一旦事情败露 敖拜必然将会 对皇室不利 这时 也只有索尔徒 站出来顶罪 才能化解 敖拜的怒气 于是 公元1669年的一天 康熙照敖拜 进攻一室 康熙借机 让索尔徒 带领那群少女示威 将敖拜行营 此后 康熙便迅速地 谈出了敖拜的党羽 在这期间 赫舍李氏的家人 给予了康熙最大的支持 康熙对赫舍李氏 也倍加感激 因此 夫妻间的感情 才再度升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